这绝对是泰国影史上最刺激的一遍 凡有人试试 亲属便会用泥涂满一体 勒紧不调塑封后 放在林中以便后人祭拜 祈祷早日轮回 可这种制法不止死 倘若用国人做 遂可驱使他杀人的运气 原来村长和主持早已蛇鼠一窝 他们利用人偶 为非作歹四处的 沙迷在主持房间 发现制造人偶的邪术 遂被其一路追击落入水中 情急之下 阿呆救下两名沙迷 却殊不知 人偶就在不远处盯着来 已经上岸的沙迷 只能眼睁睁看着阿呆被拖入水中 他懊悔不已 但好在阿呆水性极好并无大碍 他是村里的低能儿 从不吃荤 买来的鱼也直接放掉 当然别人家的也无例外 然而如此憨厚的大好人 却在寺庙中处处遭遇排挤 此刻住持正准备 制作人偶 但好在阿呆带着沙迷及时赶到 可众人刚将小帅放下 头里便传来动静 住持念动咒语 驱动人偶大杀四方 索性危机关头 小帅取下脖子上的吊注 带在人偶放胶的口 然而人偶不止 眼前这一只 便是小帅苦寻已久的哥哥 为了除掉前任 住持将哥哥制成人偶 面对眼前的他 小帅无法痛下杀手 阿呆见状上前阻止 情急之下 静活生生撕开他的嘴巴 如今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而历经此劫的小帅 决定任阿呆坐地 带他回城里好生照顾 然而他们走后 阿杰却在阿呆屋内 发现一个被关押的杀民 而真相就此反转 那天他敲完钟 无意间听见住持的阴谋 一路被人偶追杀 恰好撞见闲逛的阿呆 本以为阿呆会帮助他 却不料会被气打伤 原来多年以来 阿呆一直惨遭住持的虐待 他有心反抗 却无力还击 直到捡到了 那本控制人偶的邪数 起初丧彪给女孩的 只是一个普通的欺负人偶 可这辈也喜欢女孩的阿呆听见 于是他替换掉丧彪给的人偶 而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控制女孩 以此满足自己畸形的爱 但不料途中横遭变故 此时被丧彪察觉 打斗中 女孩意外落水身亡 于是阿呆一步做二个兄 顺势将丧彪杀害 并将其制成巫蛊人偶 为的就是一步步引导众人 发现住持的秘密 他挨个杀掉其身边爪牙 将所犯之罪 皆嫁祸在住持头上 因为没有人会猜到 一个庞大阴谋的背后 竟会是一个傻子主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